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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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于国内顶级律师书所 看起来好高大上 环境很好我觉得 就我现在见到环境最好的 作为新晋实习生 他们将在一个月内 接受来自行业翘楚的专业培训 这是我的一个客户 他能不能依据这个协议 把钱要来 拼尽全力地完成九个课题 争夺仅有的两个转正名额 成绩发到邮箱里 我都不敢点这些 我的妈呀 究竟谁会成为拿到Alpha的那个人 时刻关注着他们的Alpha加油团 需要推理出律师事务所的每次选择 课题的第一第二名究竟是谁 一共九次课题猜对六次集以上 转正名额将会从两人变成三人 当其实任何企业应该是承担一定的受益责任 有义务之违反才有责任之承担 让我们一起拿到Alpha Alpha 人生当中有两个令人心动的第一次 一次是遇见心动的他 一次是遇见心动的Alpha 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 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 令人心动的Alpha 本节目由呵护你的肺 呵护你的美 呵护你加班不累的京都念慈安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拍视频超访的Vlog 得心运手的Alpha Reno2 联合赞助播出 有卖满分的早餐一整天都好 本节目由麦当劳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有本市高颜值的惠普NV 新宝本行业赞助播出谢谢 大家好我是Alpha加油团团长何炯 今天我们有五位特色的职场人 来到我们观察室 跟着我们的八位实习生 一起经历他们这一个月难忘的实习 那么首先这一位呢 应该算是我们职场的大师兄了 你工作多少年 做律师15年 哎呀我暴露了 所以这个节目让你心动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S级制作的 一个大项目 然后其次我想观察一下 呃这些年轻人 呃这个鲜活的灵魂 哈哈哈哈哈哈 他旁边的男呢 算是一个职场的新人了哈 是啊是 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让你心动的原因是什么 说吧也是因为S级 哈哈哈哈 我要先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然后我叫 周志南对职场的 就是完全 不是特别了解 他们其实对我来说是同名人 哎真的耶 对职场 其实我还蛮向往 因为我那天去我自己公司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姐姐 就她坐在那儿 然后有自己喜欢的绿纸 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的照片放在那儿 然后边打字 然后边喝的奶茶 然后这还有一个真脸 哈哈哈哈 对 我特别向往看那个时候 我当时还跟老板说 我说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工 你要的我们都给你布置 你想摆什么绿纸 你只要别挡着我的念词案就行了 哈哈 蓝莹是刚拍了一个律师的戏是不是 嗯 而且我演的呢 也正好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 哦 所以这个节目让你心动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反应 然后可以看到以前自己 刚入职场的时候 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是非常非常有见面的 哎弄反了 应该先录这节目再去拍 可能会更有感悟 对啊 哈哈哈哈 好 另外一位呢 就是集才华与美貌与一生的 我们的帕皮家 大师姐在这 哈哈哈哈 帕皮今天穿的非常律师 但我平时穿西装 不是很多人 其实我其实很不适应职场 嗯 虽然我现在每周基本上去个 三四次 然后每次都要待什么八九个小时 嗯 就你每天待八九 待八九 嗯 男男对职场的幻想 已经开始破灭了 你以为只是争十五分钟里 好了我下班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想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哎一个绿正职场的观察类节目 请了目前来讲是五个人都 没有在这个行业 五个棒嘴 是不是没有底气 对不起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专业人士 可以说是我们真正的抓手啊 我们欢迎我们的岳律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对我叫岳深山 是一名律师啊 已经从事法律行业应该算二十年了吧 应该是 法律行业也有童心的吗 哈哈哈 好快说话哦 你看起来 我看起来小什么 你看起来真的哪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呀 对对对其实其实我在大学期间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律所里边了 因为我们家就开律人事务所的 哇 真好 而且他的那个offer是让别人心动的 像我们这八个孩子 其实要的就是他 这个对他来说理所应当的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说过了二十年 这帮小孩到律所里边是怎么打杂的 随着法律的进步 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些孩子们 是不是比我们那会儿也进步了 啊 所以他有一个像师哥 回头看看师弟们现在这个 过得怎么样的感觉 嗯 对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可以拿到这个令人心动的offer呢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六位呢将会一起来观察 我们八位实习生 一个月的实习的过程 在我们桌上呢 有九盏代表成长的小安灯 如果我们六位能够猜对 代教律师给他们评分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且顺序不能错 会亮起一个小安灯 如果我们争气 在九个课题当中 能够猜对六次 律师事务所将会把这个名额 从两个增加到三个 嗯 就是会有更多一个孩子 可以拿到这个令人心动的offer 嗯 我们的判断 也跟这些孩子们的职场命运息息相关 哇 压力好大 没问题 可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跟随他们 第一天实习的步伐 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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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在大学的学校里 一群 还还还在同学校里 都和她们一起 ุ 回去 那 拿 圣山 愚时 不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第一道的孩子这是 一个未知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这边 进去吧 好 好紧张 我都紧张 嗯 嗯 我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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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真的太有感触了 这个自信满满 这个不一样哎 穿的就很职业 但他的这个动作也是保护性的动作 是抱着手 嗯 嗯 嗯 这边这边 哦 哦 哦 谢谢 哦 哦 哈啰 等我很久了 没有我刚才我也刚到 刚到 你刚才还要一阵子等下 还有一会 对 你叫什么名 我叫黎晨 黎晨 蔡冠婷 你是 是 我向外的 上海外鲑鱼大学 啊 你呢 我在那个 新来威尔士大学 在澳洲 哦 可以 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哇直接介绍了留学回来 院校的 亨廷有一张学霸脸 我还以为我会迟到 哈哈哈 尴尬啊 等下我一个朋友 就找了就很可爱啊 高高的 你是有酒窝吗 没有啊 没有什么酒啊 我希望接下来一个月 会很开心 会的 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和你们共生 有了小菜之后 我觉得里程更尴尬了 更尴尬啊 然后来一个女生 我 我 哈喽 哈喽 你叫什么名 郭旭 哇 优秀 你是哪一人 我 我是北方人 河北 河北 对对对对 然后在东北上去 啊 很不错 不错 好尴尬呀 哇 是不是 我好在那里面 两个一起来的 哈啰 哈啰 你们好 哈啰 你们好 哈啰 哈啰 你们好 你们是在电梯遇到的 我们俩就同一个时间到 我们实习生都颜值很高 对 男生女生都好好看 但我觉得他长得最帅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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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究竟原则了 谢谢 他们都好意气风发 这看上去也是个学霸 嗯 来了 你好 你们好 随便坐吧 随便坐 好的 谢谢 没事 每个人椅子都是李晨帮着拖的 很明亮的一个孩子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我觉得这个好吃 聂子安有喉糖是吗 闻起来挺香的 有我吃的粉色挺好吃的 为什么没有 我叫何韵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哇 这个 你们是来自哪里 就这样开始吧 组长组长 不用说了 我先 你先 我是 深圳人 然后在澳大利亚读书 新南卫尔士大学 新南卫尔士 那边辩论很强 是吗 没有 你是听说过 我是以前打辩论的 然后新南卫尔士 我也是打辩论的 新南卫尔士 我第一天就被辩论队开除了 你叫 蔡坤婷 蔡坤婷 你好 我在大连读书 大连还是大学 然后我叫郭旭 你好 我都不敢讲了 我学校 不怎么 哪有 我叫邓兵营 然后我在西镇读书 西镇 传统 对 然后我是 我叫薛俊杰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小薛 也可以叫我小杰或者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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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会有一点怪吧 明显的大家都放松了 对 然后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 学侦察学专业的 行吗 行真的吗 对行真的 不 那你们最后会有 太平间解剖在里头 会有相关的一些 课程的设置 很强效 我叫李晨 然后我来自泉州 然后我就在上海 上海读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 你好 李浩仁 李浩仁 人大 人大 哇好优秀 厉害 你是大四了 对我大四 你是九几 九八 哇 我的眼睛都亮了 你看学霸吗 随随酒吧 随随酒吧 他 怎么那么开心 表情好微妙 没有就是 大哥哥的感觉 李浩元 能不能参加那个 参加那个 狮子大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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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遇东仪访文献 归来中途 叫拳金 我是李浩元 我们同样把最热情的掌声 送给李浩元 答对了全部的九道拳金 哇 天哪 还蛮强的 我太 我太难了 还差一个 是不是来了 一个新的 好可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哈啰 你叫什么 我叫梅珍 梅花的梅 然后木子旁一个珍洁的珍 梅珍 很古代 对 所以你是来自 北大的 哇 哇 好厉害 有这样子 太夸张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图然起庆 你是研究生还是 是 二五博士 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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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 哇 厉害 哈哈 博士了 那以后要有不懂的 可以问 请多指教他 会这件 对 博士 最自信的一个人 是 清晰也一个 没有 你们可以优秀 而且你们年轻 这生命是一个探索 你必须看到 我看到 你 大家很自然地就把话题聊到了学校 是每个行业都这样还是就是律师行业会特别讲究院系的出身啊 这个确实是有 我们说传统的这个五院四系 五院四系 五院四系 哪五院 五院的话呢就是中国政法大学 然后西南政法大学 就是那个登兵营 华正 薛俊杰就是华正的 然后还有中南政法 西北政法 对 它是专业的政法院校 然后还有一个四系 四系的话是综合大学里边的四个系 像人大 北大 武汉大学 还有吉林大学 所以我们来了有北大一个 人大一个 嗯 华正一个 西正一个 而且大家比较认那些老牌子嘛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说 郭旭会讲说 不好意思说自己 需要觉得跟这五院四系相比较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强 对 但是其实大连海是没必要的 他们海商法非常牛的 嗯 有人来了 来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绿所的行政总经Ariel 你们可以叫我A姐 A姐 A姐好 A姐好 这是你们的工作牌 不好意思 段兵营 你好 谢谢 李晨 我先是一个人 这 你是第一位来的 好 谢谢 这是第一个来的 啊 已经在默默的观察 哇 薛俊杰 谢谢老师 何韵晨 这边 麻烤地香 梅珍 菜昆蹄 哈哈哈哈 谢谢 哇 哇 好开心啊 要 好激动 你们现在就可以挂赏了 现在已经看到这八个亮相了 而且很有不一样的个性出现了 现在有你们第一直觉会很优秀的实习生吗 我按照电视剧思维和电影思维来说的话 李晨特别像个男一号 谢谢没事没事 我们要用动物来形容的 他就像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个 这种小柴狗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进攻性 嗯也没有太多的优越感 但是一直在服务于大家 我特别希望他有反转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梅珍肯定是最自信的那个人 但是李晨对我来说其实非常感动 然后前几秒的那个镜头六点的时候 真的跟以前一模一样 而且就很紧张的那个状态 他如果进来直接说大家好 我是A姐 你们叫我A姐 我也觉得不会 我也信我也信 是不是也会信他对不对 只有冰莹是感觉就是软软的 对 他跟李晨都有点可爱的样子 那么他的实力什么时候展现 对 以及他展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就会很好奇 是吧 嗯 我是觉得蔡昆婷 他其实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强势的这种 有一些进攻性的 尬聊也得聊下去 嗯 真的 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不同的观点 如果注意到他是在国外上大学 我觉得有可能是文化带来的那种差异感 只不过是想找一个破冰的话题而已 但是略有僵硬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像他们那个氛围 其实我之前也有这种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孩子嘛 然后他就上来去哎哎 我是不是然后我就 嗯 一听就是马不切 对对 是马不切 对 然后他当时就说我特别的 他当时还是他说他的心里骂我 我转什么转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要是这八个实习生中的一员的话 我会蛮感谢小何的 对 除非你像小何这样 我有一个把握说我可以第一可以控场 第二我能够找到一个 非凡找到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点 比如说这个 好 这一盒念餐的糖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这个好吃 我觉得这个好吃 在紧张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润润嗓子啊 吃一颗糖 包括他进来的时候 他也是好像是自在的 就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心人物 对 然后把大家都串起来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 我觉得不要去 率先或者是轻易的打破尴尬 因为非常有可能会更尴尬 对 真的 我觉得不要尬聊 有的时候享受那种彼此 就是我偷瞄你 你偷瞄我 还也挺美好的 不见得非得要就是我们的交往 就一定得是有说有效的 嗯 我觉得浩元他就比较放松 对 他其实没有再产出任何的信息量 对 包括这个小薛薛俊杰 但我不觉得在这个阶段是有问题的 对 对 对吧 我刚刚总体的这样子走了一遍分析一下 我突然觉得好像李浩元那潜质特别大 他像一个沉默的大神 他就是在一个观察 然后我觉得就往往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人 都是说的少 但是听的多 嗯 第一次为什么会难忘就是因为我们是未知的吗 很多东西 所以才会难忘 对啊对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听过Puppet的第一个那个 Oper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哦真的 那个是我印象比较深 因为那个属于实习了 就是是我一个同学在我大学毕业 我有一段时间是待业的嘛 嗯 他觉得你不能这样待着 然后过两天他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联系了一个公安公司 是全球四大公安公司之一 看你明天早上什么八点多九点就去报到 然后我就去了 我说万一挺好的呢 然后去了之后 人家说啊 你就来实习的 那行吧 就给我撇了一个攻略 有电脑 说你现在查一下 全球十大石油公司的中英文的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开始查 一边查自己心里边一边就想 我是学导演的 我为什么要查这些呢 然后后来就从九点大家查到十二点 把全球前十大就通通查完之后 直接就打个招呼 我不干了 我干不了 一上午的经历 一上午的经历 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 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 但我知道我自己不喜欢什么 这更难 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更不容易 然后我就发现我不喜欢很多东西 哈哈哈哈 好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何老师 我我的我的第一个offer 是在高中二年级 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呢 他呢就想要去 我们当时非常流行的电台 我还记得叫湖南经济广播电台 他就说走 我要去那儿 那个应聘主持人 我说你疯了吗 怎么可能呢 他就拜托了很久 因为他有个搭档 后来我就陪他去了 然后我们去报考的是一个中学生的节目 叫青苹果乐园 当时的主持人和负责人 叫尹阳姐姐 尹阳姐姐呢 就带着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持人 像洪涛哥 就是歌手的那个洪涛哥 他们一起给我们面试 我和我的那位同学就坐在那儿 把我们平时在学校讲象征的那个状态 就是 我们俩讲了有半个多小时 讲完了之后 我们俩当天就拿到了这个offer 哇 在那个时候拿到那个offer的时候 真的很兴奋 然后我的那个搭档呢 他一心做主持梦 他就真的凭借他自己的实力 考上了这个专业 然后做了两年主持人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主持过节目 他后来就开始做节目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开公司 后来他就签了一个艺人 叫周正南 真的吗 丹妮 我那个同伴同学就是龙丹妮 好 那我们这八个孩子在沉默和尴尬当中 成为了同事 但是后面属于他们的较量 就真正开始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不好 来 好 这里有一份实习合同 来谁帮忙来 吃两份 你直接这样传吧 你都有带笔吗 有 有 在座的每一位仔细阅读 然后签字 一会儿会有律师过来把他收回的 好吗 嗯 好 都明白的话你们可以开始看了 嗯 就这样开始看合同了 实习合同 那是看他们自己的合同 你们都实习过吗 我实习过就大二的时候 他们看合同感觉像考试一样 李晨 他好可爱 写吧 不会把 不会把他们卖了 这两个人是一个风格 嗯 今天几号 9月5号 昨天从1号开始我们要写 但是我已经写上去 也不好改 今天签我都写今天 就写今天吧 写今天 我先9月1号不就道歉合同了吗 我觉得我们最后再跟老师确认一下 嗯 对 我觉得会来收的时候再写吧 很严谨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就其实就是现在也看签了蛮多合同的 就发现这种其实你也不能改啊 不能改 翘翘咪咪的 说出了重点 翘翘咪咪的 再吃点糖了 又吃糖 一尴尬就吃糖 一尴尬就吃糖 可以耳朵 不喝gan 主持人 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自我介绍吗 你自己的性格特征最大优势是什么 要学的东西我可以学好 要沟通人我可以把它拿下 拿下这两个字 我觉得更多时候 放在内心就好了 我叫邓宾营 本科就读于 西南正华大学 同一个法律系的 院校学生 你更愿意在 类似北大这样的学校 还是西南正法 这样的专业类院校 进行学习 这很难答案 那么同时 其实你也注意到了 你既往的经历 其实对你后续的 法律从业 如果排开 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能力 跟组织能力而言 是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帮助的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可怕 逻辑好清晰 她刚才那句话 很复杂的 是 我是你们的四位 代教律师之一 我叫徐玲玲 我叫徐玲玲 桌上的实习合同 大家看过没有 看过 都签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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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签了 时间落款是落当今天 如果今天好了 好的 谢谢 今天是9月5号 好 签好的话交给我 嗯 刚才你们在签字之前 有没有仔细阅读过上面的条款 每天10小时 哇哦 保证金 怎么叫啊 不得迟到 这个条款有点过分啊 在实际期间 就是迟到一次要50块 对 他们签合同的时候都觉得合同有点问题 嗯 但是都没有说 就有一个问题 就如果之后因为 所以要的是要请假的话 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你对这条款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有 有 来 保证金 关于保证金的问题 嗯 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想问那个护照是要给锁里面 一整个月都是要放在锁里的是吗 就留在这边 对 哇好犀利的眼神 哇真的是 这眼神真的 呃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 本来就规定是这样的合同 还是其实是个套 我认为这应该是个套 律所是不可能 真正给他们这种违法的合同 啊 呀 我觉得一个月三千 我觉得一个月三千 我满足了 不愧是破冰者 我们小盒太可爱了 其实我们设置的这份小合同 是给各位实习生的一个小措施 啊 果然 那么当中其实我们是带到了 一个是关于上缴身份证护照的问题 还有关于保证金的问题 嗯 以及罚款的问题 这些条款本身 其实是与相关的法律规定 有所违背的 对 我充分理解 大家因为处于当下这样一种行情 可能做了部分的妥协 对 那么我们是希望八位实习生 在今后面对任何一份相关的法律文书当中 都要采用极端审慎的这样的态度 因为可能在你们未来一个月工作当中 你们会发现其实律师工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精彩 你们可能要面对大量繁重而且琐碎的文书工作 但是从当下你们进入事务所的这一刻 你们所有的文字是意味着相关的责任 义务和担当 那么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们能特别认真的对待每一份合同 每一个条款 每一个文字 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 好的 那我现在要真实宣布一下 那么从今天开始 八位就正式入职 我们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工作 那么在一个月以后 我们将从八位在做实习当中选择最优秀的两位 转阵入职 好的 看到没有 这边有八张工作台 你们未来一个月就在这边学习工作了 现在你们自己去协调 怎么做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坐哪 女生先挑吧 这么诚实 那这边 那我在这边 我选这边好 我去跟小和打辩论去了 你好 队友 写一个名字 先把仪式感搞起来 写一个名字 先把仪式感搞起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心情 反正我有点 激动 我第一次怎么说 拥有 自己的一张桌子 自己的办公桌的感觉 虚拟 给大家带来了入职礼物 欢迎大家加入事务所实习 谢谢 里边有办公文具 还有京都念慈安的 枇杷糕和润喉糖 我们都知道 律师的工作 跟我们的嗓子息相关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到喉咙 希望大家加油 未来实习工作顺利 好 谢谢老师 今天第一天吧 中午一起吃个饭 好的 好 谢谢老师 你们稍等我们一下 好好好 我要研究一下 哇 这个也可以动 酷 酷极了 像只能没有见过失眠的小孩 是不是不说话会比较好 听说话都不说话 我觉得也挺尴尬的 对 但只有我在说 没有 我会附和你 对对对 我们就看 看能不能插的上方 对 这个贴纸也好高级 嗯 我也觉得 很有质感 对 我也觉得 过于活跃了我们这一组 稳重的前辈 在那边 那边就是学大区 你学澳洲的法 你有没有发现国内这个 它把这些 我们觉得很大的部分的东西 它直接 一个名称概括了 比如说 比如说破产法 知识产权法 他们也放在底下 主要是土地交易 这里的土地法是土地管制法 所以每一种买卖 都是按照规定走的 你学的 你学的是什么法 我们是法学工商管理实验本 我还有个工商管理的学位 那挺厉害 我背不下来法条了 什么制度可能会知道 但是法条 那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他知道 我可能 我能背一些 我认识法53 是合同无效 合同效力裁判 然后 你把总则里面 150到154 是对民事法律行为的 行为效力的安排 真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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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都记得 你爸 可以 太优秀了 哇 他脑子太好使了 其实很厉害 他其实说的还是很准确 一般来讲 甚至有一些律师 可能都不会记这么多的 这个法条的顺序和条文 就是被蓝小姐猜中了 他好厉害 对 哇 好厉害 那个老师姓什么 灵灵还是盈盈 还是盈盈 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 直接问一下老师 或者我可以请老师 帮我签个名 急致 急致 去吧 去吧 加油 我去了 好 老师 就是我想请你帮我签个名 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 您是就是 您的名字是哪一个字 为什么要我签名 因为我其实对于那个记忆人名 我不是可以很瞬间 很瞬间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第一个灵是灵活的灵 第二个字是那个草字头 就是灵脚巴也灵脚的灵 太极致了 谢谢老师 太扰了 徐 灵灵老师 是第一个是灵巧灵活的灵 检察院 他以前在检察院工作 然后后来当律师 帅 真牛 喜欢 冒昧地问一下你们 就是最喜欢哪个老师 我觉得他差率特别酷 但是他真的好严肃 我好害怕 没有他确实很好 他很细致 细节是关键因素 你这份简历的两个北京的律师事务所 都要加一个北京市 其他都是左对企 这边有一个聚中的 在你这份简历里面 真正和法律相关的 只有57个字 财律师呢 从事的是国际建筑工程 跟社外争端解决 如果需要 我们可以有一个面对面的聚会 来谈谈谈谈谈谈 我们的柴律师有很多大师标签 咖啡师 一级建造师 还有律师这个职业 还有律师这个职业 好有情调 真的好厉害 我觉得那个年轻一点的老称 王敬峰 敬峰律师是我们事务所的研制担当 在前几年有一场非常大的案件 就潘石仪的上海滩的帝王案 那个案只有近百亿 王律就是主办律师之一 我希望就是 我的施业生能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观点 或一些新鲜的思想 让你对唐朝哪位皇帝最感兴趣 最近把这一部热播的剧看了吗 什么星座的 先说一下 放松点 咱们两个算老虾了 对 我还没关系 金熊老师是 就是在我们学校有 在女学校人教过吗 对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我们的金熊律师 曾在华镇有过任教的经历 精通中日韩英四个语言 嗯 我们会叫他薰博士 这时候当时在哈比尔通议的课施 能够说是用外语来作为工作语言的 要求就很高了 你好 你好 你从何时学习了日本 你从何时学习了日本 你觉得这个老师长得就很 有一种教师在感觉 对对对 对 我感觉我们很像那种 我们像是自家侦探还是什么 我们很重要的代教律师出现了 这四位代教律师都有 非常强大的这个工作背景 孩子们已经开始讨论老师了 所以大家印象最深的都是徐律师吗 我一开始也是对这个徐律师 但是经过我刚才说帝王案之后 王律师 几百亿 对对王律师先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我也我也 突然出现了出现了目标 印象非常深刻 我现在特别纠结的就是王律师和岳律师 到底谁是我见过最帅的律师 王律师会看到这个节目是吧 我觉得一样帅 啊 哎呦 维护伤风的利益 哈哈 其实 从分座位这个细节 我们发现有趣的形成两个阵营 每一个阵营都天然的出现了一个话题中心人物 这边两男两女的呢是后员 对不对 另外这边的话小和继续发力 嗯 然后但是那个是俊杰了 嗯 就太极致了太极致了 小和一直在说他太极致了 可是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 俊杰虽然是主动想了一个怎么样可以拿到老师的名字的正确写法 他去找老师签字 但有趣的是他不是自己去 他跟小和汇报了一下 对对对 他说我去那什么 然后小和莫名其妙的好像成了一个小主管说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他真的很像组长 就是那种 然后带着大家八卦老师 带着大家一起搜 我还是觉得后员哥在这一段给我印象满身 而且我会觉得他有一种 就是比方说徐律师来问一个你们八个人谁谁想当组长的话 我觉得后员哥一定是第一个奖 不管是法律还是什么 他他就有一种想主导的这种一种想法 那在团队合作当中你会怎么定位自己 我觉得我像个领导 我会最后愿意去拍那个吧 我也知道这意味着很多责任 所以我也必须比别人做得多 男男观察很细致 对 包括其实大家也都认了 就是好像他们两个已经呼之欲出的这种领导的感觉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有领导欲的人在后面个人完成课题的时候 也能够表现得很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王律师已经提了一个邀约了 说中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吃个饭 所以呢 等下这八个孩子马上就要跟领导一起共进午餐 听起来又气的又紧张是不是 谁都喝不下音 谁都喝不下 谁都喝不下 我 我 我反正好吓人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来 所有美好的时刻 怎么能没有念慈安 那些为梦想的发生 为正义的发生 为热爱的发生 让一颗颗心 都得到了最真实的力量 就是这样的 一颗 一颗 京都念慈安 为你的每一刻发生 走吧 去玩去吧 走吧 你们自由做 自由做 自由做又是选择时间 来 都来 自己啰嗦 自己啰嗦 来 来 给你过来 都可有颜色了 哇 尴尬死了 哇 喝水 绝对是紧张的表现 先开始吃吧 时间也蛮晚的 好吧 别客气啊 这种时候 饭应该吃不下去的 动手不要客气 来 来 来 动手吧 动手吧 是不是不应该先动手 对吧 对 那我拍动了 吃的根本不专心 根本没有在看食物 你知道吗 吃的都是看着远方吃的 你们面试以后感觉怎么样 哎呦妈呀 那这种问题好难回答 我面试完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再多面十分钟 我可能当时会面哭了 在你这份简历里面 真正和法律相关的只有57个字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想要当律师吗 对 我 我觉得 希望我能成为一个 可以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一个人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法律这条路 律师这条路 不好意思 我当时真的很紧张 算不过来了 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我教你们一个面试的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小技巧 当你们看的时候 如果这个问题是某一个人问出来的 你要适当的把眼神多放在这个人身上 是啊 这样你就会这个效率就会很高 而且会有交流 你不能只盯着一个人 你也不能是说 太分散眼神 我们这样吧 你们每个人说说对我们四个的定印象 对我们四个的定印象 哇 王绿狠狠 哇快先说呀 那你不能阻止别人也表扬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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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觉得柴老师他特别温柔 比较和蔼的一个长辈 就是会给你很多鼓励那种 长辈 好坏啊 好调皮啊 林老师就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这种感觉 王律师的话 也是感觉一表人才 事业有成 新年才去那种感觉 金律师就是觉得很和蔼 然后说话也很斯文 就是老师的感觉 该我了 旁边金律师 我觉得四个字 副词冤母 王律师的话 一表真才不能再用了 接庭兰玉 陈老师的话 不动如山 朱老师一针见血 厉害 不愧是参加过四次大会的 太优秀了 你觉得天赋和努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天赋是基础 天花板样的东西 但是 你没有努力一辈子都够不到天底 那如果碰巧我就完全没有天赋的话 但我很努力 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特质吗 这总比 躺着 哇 他的表达能力是我们面试到现在最强的 但是他的性格是绝对需要打磨的 就是看到那种朴玉的感觉 就希望特别希望他好 其实我们看到你每个人都是这个感觉 对 行了 大家赶紧吃吧 我跟你说下午还是蛮累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多吃点 他们的第一天 从刚才吃饭的时候那个聊天 其实大家的个性更加鲜明 嗯 浩元的这个表现 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他表现的好 还是不好 他是用了四个成语 嗯 十六个字来分别 评价四位代教律师 而且这大部分的成语都是非常冷屁的 他第一个成语我压根字不认识 我问你 没见过没见过 就是最后一针见血我看懂了 哈哈哈 这个会太秀吗 还是说他的才华就是这样 这个浩元啊 他是人大法学院的 人大法学院在这几年 专业排名是第一的 哦 这才是真的专业的评价 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学校里边 不管五院四卸药 还是这八个孩子里边 他排名是第一的 就是有底气 有优越感 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其实那个 是很难完美表现的一个死亡提问 就是在完全不熟的情况下 要你评价老板 嗯 对 楠楠你能通过这样的测试吗 评价老板吗 对啊 这样吧 你评价一下我的好朋友龙丹妮 好吗 我保证 我保证 让他看 不如 不如我们先让何老师来评价一下 自己的同伴 我不用评价龙丹妮 我知道他有几个 那个习惯性的动作 一个他就哈哈哈哈 喜欢这么下 这个是真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周志南 你没有以前自信了啊 周志南 请你此刻变成周浩元 用十六个字形容龙丹妮 中国顶流 中国顶流 真的是顶流 我们老板上的热搜 比我们艺人家起来都多 而且都是被动的 丹妮就是做多少事情 都不会被看见 但是稍微有点小疲漏就会 因为大家爱艺人的那个心 是不允许老板出任何一点问题的 我有的时候也很心疼我这位同学 好 中国顶流 然后呢 好可怜啊 这样被折磨上来的节目 何老师你不是这样的人 玉树临风 玉树 哎呦 第二个词就已经给逼成 第二个成语就已经 就是特别帅特别困 哦 好 对对对 好 他是一位玉树临风的中国顶流 好 然后是 亭亭玉丽 不用说成语就十六个字吗 这个节目好呢 挺好的 挺好的 哈哈 挺好的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好 这个标题叫周正南 手肯龙丹妮的工作 挺好的 好 不为难你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吧 下一段来 上班了吧 加油 加油 翻车 冲 哇 哇 哇 至亲爱的实习生 很开心拍视频不怕抖的 全新OPPO Reno2 能和你一起开启这段征程 让我用这个全新的OPPO Reno2 来拍摄我的第一个Vlog 这是我的第一个公位 小李 我即将在这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 开启我的律师生涯 然后这是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小李 你好 梅珍 小蔡 你好 他们都好可爱 我们来加微信 面对面吧 面对面见群 然后一二三四 好 他不懂 小蔡不懂 好 好的 我进来了 这算是他们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工作群 嗯 嗯 天呐 亲爱的 你朋友圈背景是你吗 对 跟结婚了 哦 天呐 看你还是个小孩呢 他真的像个小孩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如果说他来实习的话 宇博士 太太夫人 通常是一个律师助理 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平衡这三种事情的关系 哦 因为这个时期是个很紧凑的事情 这个如果就我能来 这是一个很紧凑的事情 那这肯定是放在第一位 那第二位的话 是我的博士论文 因为我希望敢在明年提前毕业 那作为太太长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孩子 确实结婚了 但是不会说 沾用我太多的时间 而且我是真的对这个领域有很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很看重这个实习机会的一个原因 天呐 怎么了 我听到了八卦 这不是八卦 但是就是好好看啊 婚纱造作的背景 天呐 你结婚了吗 谁 小河你收敛一点 梅珍小姐姐 你们没有机会了 我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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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梅珍没有隐瞒她 已婚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么只想对于未婚的女性 和已婚的女性 会有不同的判断吗 我觉得有 大家觉得未婚的吧 会考虑到 你之后是不是结婚要修婚嫁呀 修产嫁呀 然后已婚未遇的呢 又会觉得 那你之后是不是要生小孩了呀 你很难说这种不平等 或者说这种压力 怎么去真正的解决她 但我觉得梅珍这一点蛮好的 就是不隐瞒 就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希望大家 不要因为我已婚的这个身份 就对我产生质疑呀 或者说有更多的想法呀 就我想表达一个 我跟你们都一样 梅珍她一上来的感觉就是 我是专业的 就是只只在专业上面 放心思 我觉得她的性格是一个很 那个往前冲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她 她有可能是一个名次 是吗 感觉是 好 我们往下看 各位 四点一刻啊 大会是几号 好 那个李浩元 你被撞了 老少好像很喜欢她 嗯 老少好像很喜欢你 这个讨论 已经开始有竞争的感觉了 哦 不解 为什么不是我 对 老少 你把这个文变 正反面的 复印 八分 是吧 好的 谢谢 为什么单独叫他了 要给自己叫走吗 打印去了 不会用 好 老师八份已经复印完毕 给我吧 这是刚才的 这是 好 还挺细致的 我还想知道他聊了什么 但是也不能问 我们过去吧 好 拿个笔画本记一记吧 走快走快走 发布第一个实习的课题 我大概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案例是在几天之内发生的 2019年的7月10日 上海闽航区的一个溜冰厂 一名家住该区的12岁男孩 在溜冰的过程中多次触碰到了吴女士的臀部 随后呢吴女士要求该男孩道歉 男孩非但没有道歉 还办以做鬼脸脱口水等行为 吴女士的丈夫陈某看不下去 在溜冰厂对男孩进行了一个拖拽的动作 吴女士呢也踢了男孩一脚 这个是当时案件的一本的一个情况 次日呢这个男孩的父母分别是李某和王某 到吴女士的工作地点大闹 要求单位领导对他予以开除 离开吴女士的单位后呢 这个男孩的父母就从溜冰厂拿到了监控视频 那他对监控视频的进行了一个截取 只截取了吴女士替打小孩的视频 并且发在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帐号上 标题为女士溜冰时被撞 竟在溜冰厂中对孩子施暴 引起了舆论的很大的反响 12日 加入杭州市冰湖区的网络千万大V 滴答滴转发此视频后 一小时内该视频就达到了百万家的观看 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V 随后 家住西宁市城东区的网友 多莱咪对吴女士进行了人肉搜索 并将其真实的姓名 并且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这个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 全部曝光在网络上 12日晚间呢 吴女士在网络上就遭到了大量的妊娠攻击 15日下午 吴女士就给亲人发了一个短信 表示自己不堪忍受网络上的舆论压力 以及周边人的匪夷和冷落 当晚吴女士就隔板自杀了 那我们这个客户呢是吴女士的丈夫 也就是陈某 那她呢希望我们就这个事情呢给一个法律的分析报告 我是希望你们在这个法律分析报告里呢最起码要体现这么四点 第一个是列出原告以及被告 第二个是列出我们在这个诉讼中可能提出的诉讼请求 第三个是列出相关的法律依据 第四个呢是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这个诉讼请求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当然呢如果你们认为除了这四点之外 还有需要告诉我们代教老师或者是客户的也可以写在里面 我们需要什么时候提教 现在大概是四点一刻 我希望你们在今天的八点把你们写好的法律分析报告 以邮件的形式发给我们四位代教律师 我们那个邮箱在后面也都有了 好吧 那我们是以原告是陈某这个身份 然后来进行这个法律分析对吧 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我告诉你我们客户是陈某 但是这个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好吧 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工作吧 好吧 好 好 好 哇 哇好紧迫 不到四个小时 对 刚才说四点一刻开会 其实分享完这个相当于三个半小时多一点 我完全是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我听完以后真的好气愤 好难过 太难受了 这个就是有多少这种网络暴力带来的恶果 你知道做这件事情人以为自己在声张这么一 而且他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伤害 是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哪个女的干了这种坏事 他万万没有想到 或者是他想到了他也不会去care 他会造成什么后果 太可怕了吧 说网络暴露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打着正义旗号的绑架 对 这种其实是最吓人的 因为他会认为他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往往舆论只想看自己想看到的 嗯 很多时候是造谣的时候会谣言一瞬间就满天飞 但是当后来真相露出好像并没有人去看到 群体幻象 我个人的话就因为我有这个职业啊 因为不要关心网络暴力这个问题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有体验过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首先 我真的不希望说带到自己的家人 这个是我非常反感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之前看得过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网络暴力对于我来说呢就是 黑白照的样子 哦 这样的东西 嗯 对 我演苏明成的时候当时 我的天哪 但他还好就是大家都骂的是苏明成 都骂的是角色是吧 但有好多的这个演员演了这个反面角色也会被骂的呀 天哪 你想吴岳还那么棒的演员 当时演完那个前半生以后自己都把那个微博给关掉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非常伟大 就是我觉得我们无论如何在电视上都用这个道德去传递给大家 或者是告诉大家是没有用的只有法律 嗯 但是在全世界好像这种胡言乱语都没有一个 是真的在网上乱说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吗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嗯 其实这种网络暴力啊 就是说在网络上面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 或者攻击性的语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那这个其实是损害了被攻击人的这个人格尊严 那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涉及到名誉权 那有的时候暴露隐私可能涉及到隐私权 那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后果 很多时候被损害的人就可以选择去法院去起诉他 要求他承担责任 就不准再骂了 骂了的你就要删掉 而且你要赔偿我的损失还要对我赔礼道歉 那这个是我们说民事责任方面 那严重的一些的像侮辱啊或者说诽谤构生 严重情况的话是属于一种刑事犯罪 那这个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那我们说网络呀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法外之地 所有人要对自己在网络上的一言一行 都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的 那那么这些人这么多人上千万的人 对我到底找谁 对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发出视频的人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引导性的标题 那其次的话呢就是后边说到的这个大V 因为他的影响力和一个小通明的影响力 是显然不一样的 是的 再下面的话就是那位 Dolami Dolami 他把信息给暴露出来了 对 然后当然了后边的话还会有一些 其他人不管是打电话也好啊 发短信也好 还是在网络上去辱骂的 那些参与者 那么这些人其实都应该承担责任的 但是具体到最终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可能就要找这个源头和重要的节点 现在就是说应该是有三个被告 老二的家人 结视频的 然后大V和Dolami 对 我先想问一个基础问题 法律分析报告到底是什么 法律分析报告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事件 从法律层面来对它进行一个总结梳理 然后找到其中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这个事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然后最终的话 它可能带来的这种法律后果或者法律风险是什么 那这个里边其实在考察这些孩子们的书面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对于法律 它的理解和分析判断的能力 明白 这个工作在真实的实操当中是谁来做的 真实的实操当中都是律师助理在做 它等于是为律师打这个官司 准备好所有的依据 基础材料 越丰富越好 对 但是不到四个小时 是够的时间还是很紧迫的 挺紧张的这个时间 对 有两个人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一个是刚才说的兵营 它对于到底这个法律分析报告是针对谁的 其实很关切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梅珍 梅珍是所有人当中第一个意识到时间 时间 对我们要什么时候交 对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个短片 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完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依靠 但是最后决定给阅律师一个人说了算啊 哈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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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 吓得 来吧朋友们 好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如果我是律师的话 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是太难听见了 所以有可能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背稿都拉 因为这个你不能玩好判断 法官到底是一个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他们的西遍 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样推的 谁讲的有道理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正义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难度 连律师们都觉得是有难度的 实际着是正义就先点撞 portfolio 哦它站起来了 嗨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个报告书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模板 有吗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可以啊 可以 我们有一个模板 但它不是针对说某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 我知道 我只想要那个格式 就是一些开头和一些落的这个 你给我写一个用箱 好 行 谢谢 问是对的 对 就我们每个人合理的范围之内 可以跟他沟通 能进来跟我沟通的人 意识比别人强感 就他不是属于一种门头把我干活了 他通过这个模板的方式 小小姐到底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对 好 各位面试官好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的经历 好 我本科是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法学院念的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可以每年 那我就19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20岁的时候 拿到了澳洲昆士兰的这个律师资格证 之后我就拿到了北大的提供 然后我就去北大读博了 从你的简历上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非常优秀 是绝对学霸型的 谢谢 我们如果现在这个阶段 在从实习律师开始做起来的话 可能落差会很大 这个你是怎么去考虑的 其实我在内地的这个法律的实践方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包袱 或者说我有什么架子 我觉得这都不存在 而且我因为没有受过国内本科的 这个大陆法系的思念 这样一个很系统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缺失 就是我要现在抓紧时间赶紧去补的 我刚才听你聊 我觉得你是一个目标感 跟计划性都非常强的一个女孩子 好可爱 好棒 他会不会把这个模板告诉其他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意识的问题 对 应该会分享吧 格式的话说得几句去排队 不知道 好吧 他要是发了给我真的 那个 我刚刚找王律师拿了一份 那个他们的那个字体要求的模板 你们要吗 好的 我发给你们 谢谢 好 你觉得这里谁会写的比较好吗 因为这个确实比较难 对 我俩才能是这样的 这是李浩元 李浩元 李浩元刚才发现也不错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是这种可能 比较唱的 他可以写很多理论和自己观点的东西 因为他的词物比较开阔 就写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具体规定的 他可以在理论的海洋中好友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简历还蛮特别的 因为上来我们觉得有一些文字还是比较有文才的 你写的说 上海是人才积极的魔都 而贵所是优秀法律人的冤所 作为一只菜鸟 希望能得到一次宝贵的机会 我期望这里能是菜鸟翱翔的起点 我一生知若是昆蓬而非北海不救的道理 我很喜欢上海 然后我也很喜欢贵所 大鹏一日沉涌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驾驶风街湿下来 亦能颠缺苍鸣水 我想一定是一个更广的阔的舞台 才能有大个可 你觉得好的律师的标准是什么 十六个字 他又是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 做事沉稳 专业精通 守信守识 然后最后是风趣舞 嗯 那你觉得 你能成为一个好律师吗 我相信我可以 但我现在还不是 好棒啊他啊 哎呀下次我们也练习练习吧 周老师 挺好的 还挺好的 他是一样法律功底可以的 人大的教科还是可以的 但是说不好 大家有的人在检索 有的人在开始写 但是他好像 你猜一个 我觉得邓斌银吗 哎我也猜他 邓斌银 他的研究能力也是比较厉害的 哇年级综合排名好靠前 四百多人他排第四 对好厉害 语言的表达能力啊 让我很惊艳 就是很有逻辑感 由内到外 都是已经充分的准备的 各位老师好 我叫邓斌银 今年二十二岁 我本科就读于 新南正华大学 我在学校有多次 获得一等奖学金 然后也顺利的通过了 今年的司法考试 毕业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论文 比较前沿的论文 非常不容易啊 性侵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对吧 嗯 是因为有很多新闻 爆出来了 就儿童受性侵这样的消息 当时是觉得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话 如果说能够在自己 可能一些小小的空间 或者说自己有的 一些小小的平台上 能够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强奸罪就是保护女性的 这样一个条款 所以男童是不在 强奸罪的保护范围之内的 而且行为对象上的话 也是针对于男性的 所以就很多针对男童 比较严峻的性侵的一些案件 是没有办法用强奸罪 那么你就只能用 猥胁儿童罪 来进行一定的规范 所以在实践当中的话 对于男童的保护不够全面 就是他了 肯定 节目组播一个 你就说就是他了 过了司法考试的人 肯定不是他一样 不一样 系统性思考 这是我们要看 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样推的 你说那个澳洲男孩子 他澳洲男孩子 他要一定要就是 国外的这种判例 一个方面的理论 基础很强 我叫蔡冯廷 我在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读书 现在就读的专业就是 快期跟法律创专业 我认为你能告诉我们 什么 你认为是 中国法和公共法 对 当然 根据我的解释 中国法是 公共法律系统 公共法律系统 对 公共法律系统 但是 中国法律系统 这些分别是 原能力也非常不错 好棒 每个都好棒 你们觉得谁呢 何韵诚呢 何韵诚写的东西还没有逻辑性的 大家好 我叫何韵诚 然后在校研究生的期间呢 我还和一个室友 我们两个人一起承接了一项 简单的民事案子 然后现在是调解 顺利的结案了 忽悠这个厉害 难怪 所以你正式出庭了是吗 对 正式出庭了 开了三次庭 就很紧张 但是还是顺利完成 在这个案件处理过程当中 有什么心得吗 最大的心得就是 你懂法律知识 不代表你能处理好一个案件 律师可能 简单来讲就是 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 对 我一直以为解决问题 可能是最难的 然后接触到那个案子之后 我发现其实 发现问题非常需要能力 是这个样子 好棒啊 谈一些你的个人兴趣爱好吧 游戏打吗 游戏也打 就是更会 游戏就吃鸡啊 然后王者荣耀啊 什么这种团队性的 就 王者荣耀打什么位置啊 打什么位置 我打 之前打中路比较多 那咱们两个一样 对 后来大家都喜欢打中路 然后这个时候 你没有把同学 就一起打中路 所以我就后来就练了 其他的位置 所以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团队 去牺牲自己擅长的 我觉得这其实不算牺牲了 就因为你这个擅长的东西 是因为你刚开始 只是说你倾向于说打这个位置 熟练了之后 你擅长这个 对但是不代表说 你只能打这个位置 其他路的一个选择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乐趣啊 但是我每次打的时候 他们只让我打中路 那可能是因为你家路打的不好吧 你家路打的不好吧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他很聪明哎 他自己说 我玩王者荣耀 然后像团队性的这种 这是辩论的思维 对 我不是顺着你的话说 我是提供跟你的交流和对话 对 对 我就怕他们像判决术一样 要一个结论的话 这个可能就走偏了 对 实际上是讨论各种可能性 然后告知当事人各种方向的风险 我们看当事判断对不对吧 他怎么在笑呢 他听到李晨不小心把桌子 他带起来 他起来三行 这咋办啊 他起来 怎么办 我们小李晨到现在还只写了三行 哎呦 哎呦 什么时候出现的 好可怕 开始写了吗你 开始在写了 他这是直接在背吗 他知道那块有这个规定 因为他先打草稿 我自己写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先打草稿打提杠 哦 李浩元一看也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 我晕成小和很有可能 小和就是从一而终的就看上去非常的淡定的 不是压力很大的感觉 这个邓兵营 对 我觉得邓兵营也很有可能 很厉害啊 他感觉条理非常清晰 嗯 但其实没真解一方 我其实感觉现在的这个十一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啊还是性格比 好像比我这带强 哇 还有一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 哦 已经有人要 要发了吗 还有一个小时 外线文成等的应该是小和吧 不见得哦 啊 啊 小和哦 真的哦 哇 他保存了草稿但没发 哇 他在反复的在 他现在在再生确认 思路非常清晰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快快 需要需要开头哭两个吗 我说文章远 我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开头哭两个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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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么容易 她第一个叫 梅珍第一个叫的 对 好 我也叫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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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 哦 哎呦 我天呐这个 太要命了 嗯 你有开着弄宝群吗 你可以试一下把点回复 它可能会有的 哦 我太可怜了这个 你们是要叫的吗 我马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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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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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半啊 好可怜 天呐 我感觉要吃焦了 嗯 焦了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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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心里少回来了 改的有点来不及了 我天呐 哎呦 有了 加油 哎呦 感觉真的写的好仓促 冬季来着就剪不成了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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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着急了 来不及了我刚才 就不拖到最后一个就无脚了 欧小河反倒是那么望后的 稳得住 好 我脖子要 断了 为什么焦了之后一点都不轻松 感觉更沉重啊 啊我还蛮紧动的 哈哈 我不太紧松 因为我现在在 我想把它改一下 啊 果然出问题了刚才 啊 刚才太着急了 结尾的时间我没有写 我再改一下 我刚才差一点 我想再加一点东西 什么 不要吧 等一下他 我稍微多一点点点点点 你好像都开始发抖了 但是我 我又不敢停下来 哦搞定 天呐 天呐 下午过得好快啊 嗯 我竟然一天没有刷微波了 我从来没有 这样度过过一天 现在看了 看着金律师的表情好严肃啊 他 难道是在看我的吗 看他那个严肃的脸 我现在就开始慌了 一定是我的 我感觉我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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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下班了 老师再见 老师 再见 老师 辛苦了 老师 拜拜 老师 拜拜 结束 哦 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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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的一天 好长的一天 我的也很重 我的也很重 你好吗 真好玩吗 挺好玩的 做了一个案件分析 写了一份法律分析文件 就没了 很难好不好 我看你也没有写很久呀 写了很久 我连上厕所得时间都没有用 整整四个小时 因为那个合伙人的发行室就在我们桌子旁边嘛 我就看到他在我看我的邮件 我突然一下就很紧张 我写的时候都不紧张 只要我说我不紧张 我看他点开的那一刻我突然一下就很紧张 反正你们的角色就是去备个人妈的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尽早的把这个心态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真的被骂的时候就会太紧张 所以啊 不应该紧张啊 所以他骂你是对你有好处 所以你就应该 挺紧张的 那今天上天一天发感觉如何吧 常常就是跟他去医生见到他面 我总是操个饭都聊了一下 我们啥时候就是做一个合计啊 然后他自己写单上了 他还好 我觉得还行 你刚刚进去的时候新的孩子自己可能做没有吧 刚刚开始肯定有些不思议男人慢慢说的 讲道理后面那几个小时压力真的很大 就是我做到什么样我都觉得不对 就是我做到什么样我都觉得不对 二十几年我第一天上班就哪了 就他的强度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 今天这个问卷 我觉得我搞砸了 可能这也是一种惨愧吧 实在我有时候觉得 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事情 我的确觉得有点怀疑 这一天的经历呢也是非常丰富 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实习生呢 每个人回到家里之后都会调整心情 然后呢也会用拍视频超防抖 我们的Operino二手机来拍摄Vlog 来记录他们美好的一天 不容易 好不容易 现在该我们紧张了 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四位律师 对他们的分析报告的评价 也没有办法支持我们的预判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没有抓手 没有办法 第一个教的是梅针 对 第二个是浩元 对 然后运程他是最早写完 一直记着梅发 对很认真的在检查 最让人悬心的是兵营 是的 但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兴致很高的样子 我们 月律师 月律师不说话了 月律师记录了好多 已经快被压力压垮了 这个男人 节目组还是很人性化的 这个法律分析报告是可以看的 我马上就能告你哪个是第一个 是吗就在我手里 但是 啊 就是只能八个里面挑两个看 啊 但这样这样已经缩小了 这是意思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觉得比较倾向于是哪两个 我们先讨论出来 然后我们就看这两个人呢 如果我们六位能够猜对代教律师给他们平分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且顺序不能错 如果会亮起一个小暗灯 所以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现场的反应和表现来看 我比较倾向于小李 然后梅珍 小和 和冰营 所以小李的要不要看 因为李浩元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先打草稿 嗯 为什么先打草稿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个法律分析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面先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是什么 但是打草稿的工程当中会列很多种可能性 但在最后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 再根据这些股价往里添的东西 基本上就跑偏不了了 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从导师们说的一些话 对来看他们的评价标准 你有记录导师说的那些话 对我注意到的其实是是老师想看到的是更多可能性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四个人里面 其实有一个人我个人觉得稳了 就是何云成小和老师同一 因为他到最后他是一直在检查 他检查不是说我只是按照就滑鼠标看 他是一直在天山天山 从一开始他有一个所谓的工作习惯也好 一个模式特别稳 那如果说导师的这个角度很重要的话 那他也他们也特别提到了邓闭营 说冰营就是观察能力很强 逻辑能力很强 逻辑能力很强 逻辑很强 他能够说用专业知识来写一篇大论文 而且是比较前沿的一个论文 那我觉得他应该在这里边占一席之地 现在是三个 现在梅珍也先不考虑了对不对 我觉得梅珍也不用考虑了 梅珍不考虑 那么在浩元跟小和冰营当中做一个决定 我说一下我的推断吧 大家看一看要看谁 OK 首先的话我看李浩元的时候 我是看到他打了草稿 而且在他里边分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民事部分 一部分是形式部分 其实这个案件确实有可能涉及到形式案件 所以说他已经考虑到了两个部分了 何云权的话呢我也看到了 虽然说是直接写了 但是我看到里边的话 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包括管辖地的也提到了 包括说他在后期检查是往里加的那个 当当费的内容 包括说上一年度的这个工资标准的内容 包括说诉讼过程当中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 明白他都能够列在里面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放在前面的 那这样我们就看浩元跟小和的 好不好 如果他们俩真的很优秀 我们就第一第二 可以吗可以 决定了啊 好好好我怎么突然感觉 邓兵营会是第一呢 黑马真的黑马 哇塞 没事没事我们先白聊 就这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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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胡说的 这个我非常专业的 我别的都不看 我只能出的 非常专业的 我再一直看回家 哈哈哈哈 啊 就是这个 呃 这一篇是何韵成的啊 你们那边先翻阅一下 好吗 直接给一个 不要浪费这些 也看不懂 然后这个是李浩元的 打了一个叉 打了一个叉 对我一看到老师打叉 我就好紧张 对对对 但是我看到就是 岳律师这样 划出一些重点来 我就觉得心里 特别有安全感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律师的光芒 真的是 好老师看完了 有苦了吗 看不懂看不懂 来给我们看一眼吧老师 有苦了 有点苦 有点苦 这两个人都没垮 没垮 都没垮都没垮都站住了 从浩元的这个里边来讲的话呢 专业度是有的 然后全面性也有 逻辑的分析和推理也都有 都没问题 这韵晨的话呢 他的是分析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逻辑分析推理都分析得非常准 然后包括说他的法律依据的这个 找到这些法条的依据也很准确 但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分析到形式部分 对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断定 我们的推理就是他们是第一和第二 经过刚才岳律师的梳理 我们基本上也比较清楚 对 浩元就是我们在第一个课题 四位我们的律师评分最高的第一名 然后何颖晨是四位律师评分的第二名 同意吗大家 同意 同意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这两位的 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判断 对好不好 是的 嗯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 嗯 盖上我们的off张好不好 off来吧 来吧 来 我们最后的推理第一名是李浩 是否正确 我们最后有一段小短片 可以看一下戴教律师他们对他们 作业的这个课题的评估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快十二点了 律师们也很辛苦 我们平衡一下 嗯 第一封发过来的 是梅珍 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 它的法律风险的一个分析 还是很到位的 是有深度的一个分析 它是第一个来问我们要模板 又是第一个把这个模板分享给大家的 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人 它其实对法条的分析太少 那毕竟在北大念了硕士和博士 它是有一定中国法的背景的话 它还是用澳大利亚那种思维 考虑中国法向下的问题 我觉得 那它是不应该的 真的是要看老师的喜好 邓兵营这个呢 大的框架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他把这个侵权行为当中的三个 构成因果关系的这三条链 给它区分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比较好的加分项 这个文件如果是说 只是给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么写可以 毕竟给四个小时的时间 法条跟事实怎么结合起来 能得到这个速度请求 它其实没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分析这个过程 它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凉了 会有影响 李晨我们现在就看的是他 第一封发过来的 他第二封因为已经过时了 果然出问题了刚才 怎么再改 李晨的这个授文主体 是唯一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授文者是内部 对 是内部 对 当事人情况 原告人 被告人 被告人是在刑事案件里边 专用的 这个措辞本身是错的 刑事也没有原告人这个 对 没有这个概念 这个算法就是被告人 但是说实话 他最起码知道 我要提那几个 虽然这个数据请求 不能直接用 但他有这个想法 很概括地把法条的这个 救济手段全部写上了 而且法条检索也还算全面的 这个利用信息网络 这个比较核心的这条 他也检索到了 对 海昆廷 他可能确实是没有中国法的背景 所以对这个实体法律 这块理解呢 确实有一顿欠缺 但这个是先天的 但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 逻辑体系还是比较不错的 郭旭 相对来说 他这个法律检索能力 比较全面一些 我感觉他的侧重点错了 法律风险提示的部分 分析的很透彩 论述的分析的不够 清清洁的吧 他没有用数据库来看 一直是说是公开信息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是 他的法条的准确性 包括看到的这个案例的可靠性 我觉得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 李浩元 浩元 一定要正面的评价 李浩元呢 我是觉得 他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 他这个现在这个年龄的 我能感觉到 他是整个 这个八十一生理 和民法理论或者是 这个法学理论 应该是背景最强的 很高的评价了 他整个论述 是在说理 复制粘贴的条文是很少的 对 基本没有 都是自己思考成的 对 思考出来了 所以 全部一个字一个字的 在自己的逻辑当中 打出来的文章 读下来就是觉得是跟他在交流 厉害 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我对他比较担忧的地方 就是他的提交时间是7点54分 但是他没有去做最后一遍 proofreading 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低级错误 这边多一个点 那边少个句号 然后空格有的是四格 有的是英语字符的两格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通过 你再去读一遍去修订的 但他没这么做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都是低于错误的这么一个文件的话 握下 那一定不是我们要的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他内容含尽量 已经足以让我忽略这种 形式上的位置下次 对 对 对 我们下一个看一下何韵成的吧 我觉得他是 是最完整地理解我们出题意图的一个人 何韵成的文件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像律师写的 一个分析文件 因为第一个一般律师会交代一下 这个案件的一个背景 让我蛮惊喜的 就他有这个逻辑体系 岳律师刚才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的逻辑非常清晰 而且他这个还有一个建议管辖的法院 这个桑桑费的这个金额 他都有前应的计算 他是列的比较明确的 可以要求法院直接判令的 有具体指向的一个搜集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略欠缺的地方就是 受众是谁 他受众也是写的是陈茂 那么对陈茂来讲 他没有律师没有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他可能更多的希望知道是为什么 这里面论理的部分呢 他还是跟另外一个同学相比的话 还是稍微欠缺一些 二取一吧 我怎么觉得我们能赢呢 二取一 那我要不我先说 要我选我就选胡云晨 我觉得他这个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我 糟糕别第一 第二 猜错了就糟糕了 我简单结论吧 我选浩元 我喜欢这种有缜密逻辑 然后有深度思考 还能把它表现出来 我喜欢 我欣赏这样的 就是让我很惊讶的程度来看 肯定是李浩元 但是你的那个标准我也同意 很纠结 就是 嗯 别纠结了听乐律师的 这咋不呢 但这个我可能跟你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不是一两天能改得了的 他可能思维确实很 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思维 但是可能从法院的法官的角度来说 我一看你这个太超图了 但我个人还是喜欢李浩元吧 二比一了 听听那个柴帕的意见 这是我的想法 你太惯价了现在 我觉得我确实有点纠结 因为韵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没有质疑 那么这个浩元呢 我觉得他的综合实力更强 选择吗 请输出你的选择 浩元 肯定是浩元 拍视频超防抖 Vlog得心应手的OPPO Reno2 联合赞助播出 拍视频超防抖的OPPO Reno2 邀您观看下期精彩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二个可题的发布 我先和韵诚李浩元做队长 自由组队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优点 是在于呢 我以前打过别人赛 我当过队长 这个关系 不是那种燕能够接定的关系 人比昨天那个蓝箭料 包裹东西很多一些 哇 我要问好多 一挑四了 我就问清楚一点 你何种的债权债务关系 建立着邀约和承诺 首先一句话做出回应 我们认为这个服务合同关系 呃 产生了重大误解 我方不认为这是一种邀约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哇塞 中间就有悬念了 自觉的 书一郎 公知今天的成绩啊 好可惜啊 你没有原来自信吗 中性女导演都这样啊 包吻杯一拿 二郎腿一翘 剧本一拿 挺好 第二天我就被开了 哈哈哈哈 导演生气还行 楠楠你觉得什么事 需要签合同吗 租房子得签合同吧 你看不看合同呢 呃 啊 啊啊 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整个人一个星期 我都觉得我身上有一个珠衣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的全部内容 在你这份简历里面真正和法律相关的只有57个字 要沟通人 我可以把它拿下 拿下 这两个字 我觉得更多时候放在内心就好 就比较 歹板一点 你和我一起搁了 那你 接下来三到五年的规划 你在脑子里面有的 大科微博 进入令人心动的offer话题 超多精彩互动 等你参与 边看边聊 各有机会赢节目周边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 知乎 界面新闻客户端 超级课程表 扇背单词 蜗牛睡眠 随手记 请加APP 演讲家 刺猬公社 QQ看点 看点视频 QQ浏览器 天天快炮 兴趣不弱 腾讯极光 极光TV 塔独文学 妄议新闻 拉钩 虔诚无忧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